哈喽 大家好 我是白丁 今天做的这一支是一支OEM的笔 什么叫那个OEM呢 OEM是这样子就是那个代工生产的意思 ODM的话就是包括了一个自主设计的一个流程 那就叫ODM就是ABCD的D E的话就ABCDE的E OE的话就是这个OEM的话 就是说代工生产 然后这一支是一家就是塔宝店的一支OEM 然后马后来说好像 其实这个盒子看起来挺不错的 然后这个设计 是不是纳米那边开始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还是说是哪一个品牌开始的 这个盒子的话其实还挺不错的 怎么讲呢 有点就过度包装就是这个感觉 然后还送了我两颗的这个墨栏 是里面没有吗 这个必须先得看一下 不是哦它是专门截短了一个新模型 那是有的有的就没有问题了 那这个先放一遍了就没必要用了 好那个回来先 哎是有点紧的奇怪 是呃不知道为什么好紧的这个感觉 我试一下转到别的地方 也是一样很紧好没关系 我们就先来对比一下 嗯一样的啊不对 那一个来啊 8146然后 M200再下来了就还是 既然是短杆嘛 短杆的话就是 我的普通话太不标准了 呃还是需要那个这只白乐的MRIU 然后一起来对比一下 好那个大小的话 我先放在一起啊 然后这个 再下来啊这个放上去吧 好那大概是这样子 我把头给放平一点 那能看到了这只笔本身是一个短杆笔了 这样子放下来就非常清晰了嘛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拔帽的 拔帽的话我就我就不拿这个 我就直接盖上然后 哎 他盖上不是贴到这条边了吗 好吧好吧 这个有点醉 这一下 因为我我看白乐的那个也是 都是刚刚好的 就你看这样子刚刚好的到这个环这边 然后这个不是这个 然后再下来这个 这个就不用盖帽了 这个平常我是不盖帽 然后再下来这个 好 那个 让我放好一下啊 呃 好 那能看到他的肩的话就是 你说去对比也很难对比 但这个肩的话是属于那个 嵌路肩吗 嵌路肩的话 如果真要比 我觉得反而只能拿海运的来比一下了 海运的你看这个海运明显就大很多了 应该也属于 小肩吧 这种应该属于小的就偏小的一个比肩 就是二十 呃常规的一个二十六号 倒是这个笔的话有点意外 他竟然不是 就是叫缝他不是对齐的 然后下来这样子 我先把笔给放回去 然后这个也收一下 因为这个个人习惯就是用完了一定会给他放好 好那个再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一个重量先 我哎 不好意思工作的地方比较小 真的是 所以没办法一个桌子放那么多东西 ok 那我就不把帽了 因为他这个的话就是 倒叉嘛 就是把笔帽倒叉来用 18.4 重量来讲的话反而是中规中矩 但是如果是他这个应该是铝合金的 所以手感其实还不错 然后这么一拿 因为重心在后面 然后刚好这个地方架着了 所以说其实手感来讲还是ok的 我觉得 然后再下来要一样看一下他这个 哎 这个笔的一个长度 倒是他这个插板的手感 我个人觉得是一般般的 虽然说他价格是很优惠 这个再盖紧你看 没事就是我 就这里还要再用点力给他盖紧 好那个 114.43 然后呢 拔帽以后呢 看一下拔帽以后 ok 拔帽以后的话是 141.28这样子的一个 长度那反正也是一个常规的一个长度了 然后再下来看一下这个笔尖 ok 对是不是很繁琐 看我一直插把插把的 但用笔习惯了 就是养成习惯了 就是东西都得放好 笔尖看起来就是非常干净 这种是我个人很喜欢的笔尖 就是非常干净 没有任何花纹 看起来就是很利索 然后伊利的话 是不是 没有外 这个看起来还是挺正的 这个感觉 然后这边的话 伊利也是看起来挺小的 也挺饱满 挺圆的 斜起来的话 应该滑顺度还是ok的 这个这个对前面也是偏有点平的这样子一个方头 那我说啊不对偏源头这样子 然后这样看 伊利好像差不多这样子吧 这里看好像是有点玩是点点不准吗 好像国产比上好像很点不准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但写起来肯定没什么很大差别 但是视觉上看他点不准的时候吧 就感觉 嗯 总是觉得啊 不够整齐 其实一个强迫症的我觉得是 但写的话 其实除非你这个伊利真的是整个歪掉 或者或者是说左右大小不一 那如果像这种情况的话也是基本上都很正常我觉得 好 再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支笔线吧 就搞完一遍以后 嗯 首先这个笔它是一个铝 这个是一个铝合金的 所以你看它这个笔纹 你能你看 呃 这个啊 你看有没有看到这个笔夹 有点就是变形了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感觉出来就是已经变形了 因为铝的一个软硬度还是可以的 而且它这个地方你压的时候 它笔夹是不会往往外去翘的 如果是不是往外翘的 就是按下去往外翘不是这种结构的话 这个是本身的这个材质比较软 到这个质量看起来还是挺不错的 然后有加了一级 摸起来你能摸摸 就是摸起来的时候 你能感觉这个地方是高一级的 就这个比呃比比尾的 或者比比黄的一个地方地方吧 呃整支笔看起来也挺素的 倒是这个就明显就是国产比很常见的一个设计了 因为像百乐或者邪乐他们都是切的嘛 像这里多个尖的话 很多时候就感觉就这个应该是国产比 就是有时候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国产比象征了 就对我个人来说 因为我看的比其实不是很多 哦里面还有一个不锈钢的套筒 看里面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出来 里面的其实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套一个 你看这个地方它是有个套筒在里面了 不然的话我就奇怪了铝这么软 然后怎么去搞呢 然后再下来的是这个本身的一个笔楼 比较美中不足真的是这个地方 我以为是卡刚好卡下来 结果是没有我要硬硬的怼 然后这个地方斜杆的话倒是挺不错的 那么握杆握杆的话我这么去握也行 我低一点也行 我高一点也行 我就像这种笔握是我最喜欢的笔握了 呃因为我怎么拿都可以 那这样子的一个笔握的话 相对来讲我也觉得很现代 倒是它这个插把的话 我个人觉得真的手感不是特别好 你看这么一把 然后再这样好像还用点力再进去 但像平常应该是这样的 它是对吧 有这样子一个声音 但像这个的话就呃 它是应该是硬硬的这样子卡进去了 不知道是哪一个品牌的一个笔的 这个OEM的一个笔的话 然后再下来的话就是 首尾它有一个呼应这个点 然后加这个点的元素 它算是一个呼应了 然后上面的一个塑料的一个关节度吧 我觉得还差了那么一点 就是不是很光滑 你看这个边比较虚 那如果是一个算不看这边 有没有感觉到锐利度我这样子拿 那你看左右蓝边的一个虚化度不一样 就光的那个虚化 你看这边非常干净 这边就没有了 这个就这个效果 其实在精细度上面就差很多了 另外一个可能是省成本一个材料问题了 好那差不多这样吧 那其他的应该就没什么可讲了 那先试一下上墨这个最主要的时刻 然后然后这个还有个问题 就是你没有看到你上了墨还是没上墨 这个这是一个问题 你看这个它是你完全不知道这个东西上墨没有 然后现在只能这么一扭 然后也不知道有没有洗干净 啊我只能多多多装几下了 你看这个这个地方就这样子 好然后再下来 这个 稍微的擦一下 哦 啊 真的是 我应该好久没有弄到了吧 啊最一样是Jher饼的一个墨水 你看它是偏紫的的一个墨水颜色 那所以而且它是快干墨水 所以我到现在基本上都是用它 就是相对来讲 嗯比较实用 好那刚刚拍完的 然后再继续这样子下来 嗯 写起来的话怎么感觉看一下啊 嗯 很现代中性就是有点阻尼感有点奇怪 这个轻一点的重一点弹性倒是有是有弹性的弹弹性还是ok的 然后但写起来 奇怪 我这个应该是0.5粗细的 但是写起来就是有点瓜子那种感觉 就有点瓜不是很舒服 嗯 看这个都有点瓜子 哦这这边就明显了这边这边就很明显了 这边就没什么听一下这声音 这瓜子的声音呢应该是有点错接了吧 是不是有时候在那个放大镜上面其实看不出来这么一写就 你看这 能听能感觉到吗 啊然后啊就觉得啊感觉也差不多了这个 比比生的一个粗细反正就是跟他说的一样0.5 那这个有点小瓜子就 呃不太需要再评下去了我觉得 好那整支笔的话可能如果真的感兴趣的 想搞一支便宜的短杆的话这个倒是挺不错选择 但是需要自己调整一下 然后这个款本身也是比较素的那外观上面完全看个人对 好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有什么问题可以下面留言给我也或者我漏脚了麻烦帮我补充一下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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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